看一下这个胃起方要问阿宝老师的问题 这是有关的伊邦文老师 他第一件事用牙签做离地栽培 他洋溢是用日本的骑士配方 一档的硝酸质600610 如果是硝酸质应该是8003 硫酸酶是500 硝酸质是百里 微量元素20 那硝酸质180 PH值6.3EC值是2.6 每个分点每一天用600公升的洋溢 正在我们台南 正够有的小黄瓜 但是他没真的发现说 他的胃子很大片 他的结尾有点低 胃胃有偏偏的现象 所以他想要请教老师 是不是说他的洋溢栽培的配方 要做一个修改 基本上基本上你用的这个这个配方 就是说不用说做很大的一个这个改变 确实因为目前在这种的一个这个在使用的一个当中 可能就是说这个重量 重量我一分地里面 你要用多少的这个用量 所以你把它选择一下 这个大体上 比如说你这个是这个0.610 所以应该是刻 所以你这个把它选择 就是说依照这个配方来的 使用的时钟 最主要因为 我们还是在用这种灌溉的时钟 可能就是比较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 目前看起来的这个铁 伊犁梯的铁 铁呢 它的这个效能问题比较大 所以同学你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顺悟的方法 因为很多我们做这个财财时顺悟的方法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对这个肥料来说 对我们在用这些肥料 就是说这个配方 修仙有正常不正常 第一我们都先看这个依稀值 这个比较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但是就是说我给它的一个中量 你要把它算一下 大体上的给它计算 就是说我们都用一个初孤的一个领悟 就是说我拿起来一天 大概一天一分钟 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一公斤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肥料 每一天最少都要 比如说你这个是 把610 610就是0.0.6 再加一个810 0.83 就是说这个川崎市的一个配方 你这样起来 以经贴的这个量 整体的量 所以不要超过 不要超过一公斤 那么 在这里面我们在用的 大概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 德索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档水里面 应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你用的这应该是这个胡瓜 所以你应该在用的时候 这一尊EC值要控制 到差不多2.0左右 因为那条件的量 这氮肥稍微高了一点点 因为这里面硝酸钙硝酸钙 所以这氮肥有量的 比较高一输 但是这个比较高 最主要是总量 总量比较高 所以我们通常会去把他 EC值量降低 所以并说你在用的这个量 里面 不要 EC值不要太多 就是可以到差不多2.0 这个地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个氮肥稍微回归 这种他本身对他 他比较容易有一个变动 他对这个EC比较敏感 因为一些营养 比如说我们把营养粉吃起来 他通常这个PH值得稍微 稍微稍微稍微 所以相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氮肥稍微 来说他可能这个质 因为针还没开始在生 所以你那个量 要稍微降低一点 到他现在开始生 他那个氮肥稍微 会比较较较较较较较 你那时候比较较较较较较 因为有时候这比较大 是因为这个黑暗天 比如说 我们可能黑暗还是怎样 这种的这个可能性 还是说较冷 较冷的时候 这个黑暗 同情就较容易 就较较较 因为如果在阴天 他作物他为了 增加他这个 这种页面积 石只是较较大 它有那么多 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所以这个问题就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 BROWN 多大 那么表示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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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這個量尤其這個時代 更黑暗天 我們可能肥料 這個肥料在營業時 可能 survive 你這天 是600公升 一個洋逸 你可能要跟港港進去 500公升看看 不要讓它那麼多 不要給它太多 你現在是很好聽的 這個溫度很適合的 大概是六七度 還有這樣的 這個日照很充足的 那時候我們可能這個 靜體的這個量 本來是六百公升 我們可能甚至可以加 加一數變成七百 變成八百 看時間 看好天拍天來判斷 我們這個 營養液的解決條件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 在這種在管理的時候 做這個養液 他比較麻煩 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吸管 那個管理是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隨時是這個 便當的 我一天六百是一個基準日 但是這個通常是 從荷蘭來說 他通常會跟你玩一個 我就是多少交 我怕你如果是 有累積到這個量 他就會去用 這個肥料 他在施肥的時候 就這樣 如果是施肥 並說 從施肥開始 日出開始 算八七點 就是投出來 一直到十一點的時候 到十一點 這個中間 三點鐘 三四點鐘 過去了 他的日照量 累積都不夠 他背了他 自己再減一半 他就是利用這樣 去做一個 自動調控 你如果是每天都 交那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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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容易 變成一個 這個 額面積就變大了 所以呢 這通常是 有一種的這個情形 你說這個結尖 結尖的量 比較低 這有時候 運動比較低 我們運動 如果量比較低 你的結尖的量 比較低 這是不太要緊 但是呢 就是說 你那個 這個 一般是 是這個 它是比較高 本來我們在用 用這個 椰籤 椰籤有這個 隨時 有的隨時 號稱是隨時 隨時 它有水洗過 水洗過 但是不一定 水到很快 所以 它本身 椰籤的一個 納含量 本來就很高 所以 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很大 這個問題 是很大 所以要先注意一下 就是說 不能去 來 過度的 這個 這個 太過於信任 它 所以隨時 你要去注意到 因為這裏的管理 用椰籤 當然現在是 很多 包括在荷蘭 因為他們 這個椰籤的 一個成本 比較低 他們 這個 泥炭越來越貴 所以呢 椰籤一般來說 是有一個 一直往下 在壓縮 就是說 他壓縮到他的成本 最重要 就是說 他比較容易出得 這個成本 可以來改這個 他的問題 存在在那裡 所以這個EC值 2.6 只要說 你如果是這個 日本三騎士的一個 這個配方來說 EC是建議2.0 我們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們的水 沒有像 他所建議的 那麼好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這個 兩年都會 那麼高一點 就看 這個呢 有時候是比較難免 然後 所以呢 這你還要稍微來 注意一下 那麼 這裡面 這個業員的這個問題 純粹是 純粹是 這個 儀式比較高 儀式比較高 來改這個造型 所以這稍微 注意一下下 這個葉子 你雖然說 有比較大 但是這跟你的手 比起來 跟你的手 比起來大概就是 就是手薄 應該是在這個時候 來說是還好 就是說 這種葉子 如果是差不多 我們手掌 張開這個量 就是說 稍微控制一下 有時候 它會比較 不要太薄 是不太要緊 所以這應該是 不說 稍微 只有一點點 要有比較過 一層一層而已 但是不是太多 所以你把這個 黑暗天 稍微控制一下 大概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問題 沒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好天 我們就 稍微控制一下 如果不停 我們就稍微控制一下 這樣 這個效果 就能夠 表現出來 所以 這通常是 一個條件的方式 提供給我們 好朋友 你稍微做參考 就是說 基本上 這個配方 不要去幫它做 很大的 你用這個中量 來幫它做條件 因為這個初期 還沒調 還沒掛架 架子開始 還沒生 這通常 它表現出來 就比較容易 有這個問題 所以 會有一點點 接下來就是 這個量 稍微控制 一層一層 黑暗天 你把中量控制 大概這樣 應該可以控制 好水 這提供給你 做參考 那麼多 兩次 都應該有了 要不想 一百萬 一百萬 五百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